这是一个针对中国而精心布设的巨大陷阱 美东时间5月11日 彭博社以拜登正不顾失去筹码的风险 急迫地寻求对华接触为题 撰文援引白宫内幕官员揭秘称 目前拜登政府正积极推动 与中国各层级一连串会晤和电话沟通 以缓和中美紧张关系并安抚亚欧盟友 显然对于普通中国民众而言 彭博社口中对于拜登政府的此番别样描述 与我们对于美国狂傲 因为极富挑衅意味的就是外交固有印象 可谓大相径庭 彭博社在哗众取宠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事实上对于拜登政府的此番转变 就连美国国内的媒体都已经提前察觉 早在上个月 美国政客新闻网就曾发文独家揭露称 在布林肯的中国之行搁浅后 拜登政府一直试图重启中美高层会谈 近一段时间来 白宫频繁主动放出信号 希望能和中方重启高层接触和对话 当然 似乎是对于这则内幕消息的回应 作为政客 新闻网报道主人公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5月3日参加《华盛顿邮报》的活动现场时 隔空喊话 中国表示自己希望在今年重启访华行程 而在5月8日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维丹特 帕特尔更是在记者会上 以美国官方作保 表示布林肯已经做好了访华准备 希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能够尽快访问中国 言必 帕特尔更是真直表示 中美之间有巨大的合作潜力 能在多个领域加强沟通 一切似乎都指向了一个事实 美国人的对华外交战略 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或者我们用一句更为准确的描述 还可以这样说 由2012年亚太在平衡战略提出起始 在长达十年有余的政治围堵 外交孤立 地缘挑动 经贸狙杀 科技禁运 生化作战 武力胁迫之后 面对不动如山的中国 美国人终于意识到 自己曾引以为傲的那一套 连环权失去了作用 与强者交 需要给予对强者的尊敬 与中国交 美国同样需要摆正姿态 好好说话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这似乎能够解释 美国拜登政府 此刻积极推动 与中国各层级连串会晤和电话沟通的根本原因 哪怕两国高层的会晤沟通暂时无法成行 那么咱们就将一个层级继续沟通 不论何种层级的会晤 只要沟通渠道还在 那么总是有所必修补的 不得不说 至少从文字层面来看 如今的美国人姿态不可谓不低 诚意不可谓不真 但是 还记得我在开头的那句话吗 这是一个针对中国而布设的巨大陷阱 事实上 就在彭博社奉旨官宣的同一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就已经对于这样一个低姿态 进行了严正驳斥 中美之间保持着沟通 关键是美方不能一方面讲沟通 一方面却不断对中国打压遏制 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看着是不是有点悲情诉苦的感觉 但实际上两把软刀子 那是同你没商量 啥叫中美之间保持着沟通 这句话实际就差把一个fake news的标签 给直接甩到了彭博社的脸蛋子上了 原因很简单 既然中美之间保持着沟通 那么所谓的拜登政府积极推动 与中国各层级的会晤沟通努力 那肯定就是一个伪命题 原的不提 就在彭博社苦肉戏的当天 中美两国高层 才刚刚结束了在维也纳的会晤 对此彭博社不知道吗 对此站在彭博社 站在政客等一众奉旨官宣的美媒背后 那苦情呼吁已经做好了访华准备的 国务卿布林肯 财政部长耶伦 国防部长奥斯汀 乃至总统拜登 难道不知道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他们什么都知道 他们什么都清楚 相反 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至今以来的 无数场外交拉锯 历见美国总统国务卿 白宫官员不仅什么都一清二楚 再来自于基于实力角度 美国是傲慢地说一套做一套下 他们更是自敢一切尽在掌握 历见美国政府并没有给予中国足够多的尊重 即便因为实力的原因 他们还需要和我们坐下来谈 而无法如同历史上一般 无法如同他们此刻正在全世界大多数地方那样一般 去明火执杖地抢 所以 美国人的对华外交战略 真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吗 2月9日 布林肯虚假访华行程因遭中方戳穿而被迫推迟后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公开宣称 我仍希望能访华 在经济上与中方沟通很重要 4月17日 美军战舰依据所谓自由航行穿越台海后 美国防部公开抱怨中方不接电话 竟称他们想用沉默吓跑美军 当日 布林肯公然宣称 中国必须表现出继续与美国接触的意愿 5月4日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公开表示 美国不想与中国脱钩 出口管制 只针对可能影响中美实力平衡的技术 看见了吗 耶伦希望中国接手美债 奥斯汀不断挑衅 却又表示需要加装两军护栏 沙利文说出了拜登的矛盾 既要中国轻力帮忙美国恢复经济 又要中国放弃追赶高端产业链 布林肯更加展示了美国政府的无耻与傲慢 中国必须表现出继续与美国接触的意愿 事实如此 美国人的对华外交战略的傲慢与恶臭 从来都没有变过 如果非要说有一些什么变化的话 那么可能也仅仅只是在这副傲慢与恶臭的表面 却涂抹了一层用以遮掩的被美国人自以为是恩赐的唐一 但是就是这样为数不多的点滴恩赐是因为善良吗 在彭博社的报道中 对于拜登政府积极推动与中国各层级接触的原因 他们是这样解释的 以缓和中美紧张关系并安抚亚欧盟友 然而就是这么讽刺 就在刚刚结束的维也纳中美高层会议上 面对屡次毁约背信的美国政治无赖 却还要强打精神与耐性与之谈判的中方代表们 在美国的所谓积极推动下所达成的会议通报 却是这样的 双方就推动中美关系排除障碍 指跌其稳进行了坦诚 深入 实质性 建设性的讨论 什么叫坦诚 深入 实质性 建设性的讨论 我想 在我国外交黑化早已为人熟知的今天 大家应该并不需要我去过多的解释 什么叫坦诚 深入 实质性 建设性的讨论 那么 这样一场 旨在排除障碍 指跌其稳的两国高层会议 又达成了什么样的实际成果呢 通报是这样写的 双方就亚太局势 乌克兰等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间问题 交换了意见 双方同意 继续使用好这一战略 沟通渠道 什么叫交换了意见 这基本就等同于说是鸡同鸭讲 各说个话 至于战略沟通渠道 就更有说头了 战略这种东西 咱们一般老百姓最多接触的 恐怕也就只有战略核武这种东西了 两个国家之间的沟通 究竟有什么战略性的手段和渠道 我虽然也不大清楚 但是可以想见的是 这种鸭箱底的东西 要是被特别的提了出来 那么不论中美恐怕都已经确定了所谓的关系缓和 在短期内是基本不可能的了 看到这里答案就很显然了 对于拜登政府及其媒体喉舌不断鼓吹的 所谓积极推动与中国各层级会晤沟通的政治努力 我们与其说他们是为了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 更不如说这种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必然失败的交流 只是美国目前所能做到安抚亚欧盟友的唯一办法 美国可以拒绝吗 在最新出台的全球一季度经济数据中 美国的GDP增长按年利率计算仅为1.1 显著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2.7% 美国欧洲盟友的数字看上去相对要光鲜一些 总体达到了1.3%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美国铁杆盟友的英国增长 竟然达到了历史罕有的负0.3% 德国得益于总理舒尔茨此前访华形成的巨额订单 GDP增长达到了0.2% 而在此之下 与中国达成多项合作协议的法国 则以0.8%的GDP增长 成为欧洲GDP竞增值最多的国家 美国亚洲盟友的处境同样堪忧 韩国第一季度的GDP增长仅为0.3% 日本更惨一路跌进了地板 维护3.9% 美国已经丧失了拒绝的权力 但欧洲日韩乃至美国经济爱红一片之时 中国不仅第一季度的GDP增长达到了4.5%的澳人数字 在当前困扰全球的恶性通胀处理上 中国更是将本国通胀率由高峰时期的3% 降至了0.7% 作为对比 欧洲地区通胀率已达到了创纪录的10.4% 美国通胀率达到了4.2% 韩国3.7% 日本3.5% 事实如此 在中国已经实质地成为了当前全球最大 甚至可能已经是唯一经济引擎的当下 在对中国发起的战术进攻上 依旧显得咄咄逼人的美国 在战略竞争中实质已经落入下风 而在此之下 不为中国 不为自己 哪怕是为了盟友的继续跟随 美国人也需要捏着鼻子摆出一副主张沟通 积极热烈的嘴脸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羊毛 拜登政府及其喉舌公开放话 主动与中国进行涵盖各层级的对话 中国很难说不 就算遭到拒绝 美国安抚盟友的目的已经达到 而一切由此带来的局势紧张 乃至于美国苦心铺设 甚至故意诱导 产生的摩擦消极 也会被归咎于是中国的顽固 美国的对华外交战略虽然一如既往 但是随着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 方式方法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在我看来 方法大致有三 一 中美之间应继续保持沟通 去年 我国主要外资来源地投资 呈现出了一个普遍增长的态势 其中欧盟 韩国 德国 英国的投资增长 分别达到了92.2% 64.5% 52.9%和40.7% 受此巨额投资影响 中国今年前四月贸易顺差 已达2.02万亿 扩大56.7% 从四月单月数据来看 贸易顺差扩幅更是达到了骇人的96.5% 中国在吃肉 美国在果荒 美国的一众盟友 此刻都巴巴等着咱们甩下来的骨头 吃不饱 饿不死 更生不起反抗 这是一个集合了经济 政治关系的稳固三角 我们不必去过度地厘清其中的复杂纠缠 肉在锅中跑不掉 我们只需要小火慢熬 不打中美绝交第一枪 2.中国应主动设置议题 掌握国际话语主导权 国际舆论战一直都是我国对外交往的一个短板 长期以来 我国在国际舆论战方面 总是强调的轻者自轻 做好自己 然而事实证明 无论是港江议题 还是台湾南海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反华势力 早已在湖边滥造 虚假炒作 捕风捉影下 形成了一整套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基础共识和行动指南 此次美官方及彭博社虚假炒作拜登积极推进访华 乃至于希望借此稳定盟友 甚至是将中国再次置于国际政治外交被动局面的险恶设局 就是一个典型示范 基于此 我认为在接下来的中美各层级会晤中 中国在与美继续沟通同时 应主动跳出美国剧本设置 秉持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原则 深刻就诸如美国对加勒比籍 东太平洋地区航行自由干涉 就印第安种族人权危机 及拉美政治自由 就留求归属权及日本违反 和平宪法 战败国地位 就半岛停战协定级 驻韩美军队地区稳定威胁等 诸多国际政治问题 围绕洽谈 三 要求美国谈判代表 提供谈判资格证明 美国三权分立 各州自治的政治体制 就已经决定了 哪怕是拜登政府 也无法做到代表参议院 众议院 最高法院 两党 各州 各路军头 中国当然有与美国和谈解决 各项重大政治分歧的诚意和愿望 但是我们不是美国那般 敬喜欢放空腔的扯皮口嗨党 因此在接下来的会晤沟通中 特别是美方迫切推进的交流谈判中 美国代表不仅需要提供自己拥有 主导洽谈内容发展落实能力的证明 在涉及到国家层面的会晤沟通时 更应当在谈判资格认定之前 先完成落实一些早已在两国之间达成共识的实质性政策 以表诚意 啥叫实质性政策 举两个最简单的例子 他美国人不是崇尚自由贸易原则吗 好 倘若美国人要和中国谈贸易 那么咱们就先得要求他们落实自由 为证明谈判之人拥有经贸政策落实的能力 那么他们就必须先解除美国商务部 对中国所设置的一切科技禁运和关税歧视 并同时给予贸易罪毁国待遇 同理 为证明谈判之人拥有政治方针落实的能力 谈判之人同样可以在基于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上 敦促中国尽快完成国家统一 并停止对台的一切军售和军事支援 什么难办 别误会 先捉我们当然是不可能率先先捉的 不过难办并不等于不能办 但是至于怎么办 什么时候办 中国方面的渠道反正随时畅通 至于美国人要怎么开窍 那属于他国内政 我们绝不干涉 我话讲完 谁赞成 谁反对 未经许可 İzled 未经许可